呱 哈哈哈 滑 那我们得唱首歌 T L 哈喽大家好我们是 Fancy Ride 今天呢是我们Fancy Ride的初一到一百天 是不是很有节奏 一本天不唱 一本天唱的一本天 快乐 然后特别感谢 我们的钻石 我们的粉丝们 给我们一路以来支持 还有鼓励 谢谢大家 然后接下来呢我们也会 会给大家更多的惊喜和期待 说一下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出道以来让你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最深刻的 虽然我们在韩国上 帮我很多的打歌舞台 然后 其实都挺深刻的 但是最深刻的是那两次的路演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受 就是能很近距离的跟 我们的宝宝们一起 就是这样 就是虽然可能我听不太懂 他们说什么 但是就是能感受到他们那种爱 然后这个对于我来说 就很真实的那种心理 对 我是就是还是那次路演也是特别印象深刻 就最深刻的就是那个应援啊 嗯 啊 就是这个 然后我就就是很热情感受到 对就是传进了我的内心 我的血液在沸腾 然后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情 也是这两次路演 我的这两次路演会给我的印象 比较深刻呢 是因为 首先我们大家是从 不是我们是我们的钻石们 都是从很不同的地方 然后周车劳顿来到 那个Baskin的地方 看我们演出非常的辛苦 因为大家是从不同的地方 不同的国家 大家去了一个地方 那种感觉 让我心里面很温暖 然后在Baskin结束之后 我还会经常的去翻那些照片和视频 去回味这种东西 觉得这份爱就是特别特别特别值得去珍藏 我要说一个我们打歌 因为参加那三次打歌 其实对于我们四个人都是中国人的组合 还是挺难得的 所以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呢 其实也非常的紧张 因为看到很多的前辈也好 还是跟我们一起 时间出道的那些组合也好 他们都是非常厉害的 所以我们当然去那边之后 就是觉得 一是去感受那种打歌的那种感觉 还有就是去跟他们学习 所以那三次打歌 其实对于我们来说 我觉得是比较印象深刻的 最后呢 想跟大家一起见证一下 我们Fancy Ride 现在出道一百天的时刻 欠这个蛋糕 给我一个打火机 谢谢 我们点起我们的蜡烛 你点起我们的蜡烛 还是 小心点啊 小心点啊 不会伺候一点的吧 还是你不会 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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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不过是 不 好 说了一百天快乐 耶 Fancy Ride 一百天快乐 不要 不要 我先形容Key吧 然后 她比较冷静 然后 比较成熟 就是遇见什么事情都 遇见什么事情都可以冷静地处理 然后林一帆就是比较可爱 比较温柔 比较天真 就是很真实 晨晨呢 是比较有自己的想法 有自己的主见 嗯 然后就是比较 喜欢沉浸在自己的那个世界 音乐的世界里面 嗯 我觉得 我们的队长Key呢 是一个 就是外表比较高的 然后内心是一个 比较可爱的女神 对 然后 我们的 Roy 我是觉得 她是一个 特别 刀子嘴 豆腐心的 然后我们的 完美 林凡 她是一个特别爱搞气氛 然后特别可爱的 然后特别可爱的 首先我们的 Roy 小姐姐是一个比较高冷的人 但是 其实她内心是特别善良 就是很会去关心别人 然后我们的Key呢 就是一个看上去很大大方方的人 就是很那种帅酷的 帅酷那种 其实心里面就特别害羞 也特别爱撒娇 很黏人 对 然后我们的Shawn呢 是 比较有自己的想法吧 就是她 总感觉她的 内心里面 就是有 属于自己的音乐世界 就是 要慢慢的 推开她的大路 然后慢慢走进去 神秘感 首先 俊俊在我心里面是 正宗 小东北 我肉姐 然后 林凡是 五里头的 穿菜小脑 因为她会烧菜很迷 然后 陈琛在我心里呢 是一个比较 自由的 看上去 像 灵活的 诗人的 就是喜欢 林凡的 嗯 嗯 想对你们说 如果 你们觉得喜欢我们 是一件 很幸福的事情 那么 以后的日子 我们会让你们更加幸福 你们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哦 K Shan Marco 有微信在哪儿 一本容易 一百天快乐 都要断了 这么十年 哎 哎 哎 还是热的N掉了 一百天快乐 一百天快乐 这能不能吃啊 耶 哎 哎 哎 好